有人问问题了 热烈点的招火 热烈点的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显示我当前音量较大了 实在不好意思 希望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 与君出相识吗 如果在你心中第一想到的一句话 一句话 与君出相识 就用与君出相识来形容 是不是 与君出相识 相当于刚相识之后 两人发生的故事 真聪明 今天主要这个直播 是一个给粉丝送福利的环节 开始抽奖了 第一个给粉丝送福利的环节 这是什么 还是一个我们准备了两个小游戏 首先是第一个小游戏 是一个挑战 最近比较流行叫做插种插插文学大问答 什么东西 冲浪有点麻烦 有人总结了与君出相识版本的什么是插种插文学大问答 什么我都没听插什么插种插插文学插种插插文学对就是它是跟词相通的然后你可以听一下然后我可以提醒你哈然后需要你结合一个台词我前面会给你三个词然后后面你要结合剧中的台词来回答最后一句如果答错 但是台词是吧对那我放弃我都不记得我什么台词都是一些简单的台词都不是特别难的你可以临时发挥一些想象一下然后但是我们如果答错超过两道题的话可以现场造个句子来提醒大家久了哦其实很简单我可以把第一个问题先把答案告诉你你适应一下好不好正好你来不死心啊普及一下什么叫插种插插文学大问答 第一个哈叫语君出香时里面有三种声音响音口音和教人常译只听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个就叫做语君版本的插种插插文学大问答 是不是还可以我放弃好下一个下一个挑战是 那你放弃我也放弃哈我们进入第二个挑战的时间是这样就是一个盗装具盗装具手不手你你先说吧这个好像咱们山东人盗装具咱们山东人对吧应该熟一点这个反正我说一个词然后你给他盗装过来好吧然后需要在三秒内把它盗装完成如果你说个例子呗我说是吧 嗯简单一点哈就是说今天吃饭了吗饭饭当然吃了就是这意思了回答啊今天吃饭了吗饭吃了吗今天这个是道理我要我要跟着你说不回答是吧啊 你要跟着我把回答说出来哈然后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哈叫教人只听这里的声音 教人只听这里的声音这里的声音啊教人只听这里的声音只有教人听啊 这里的声音教人只听对也是对的教人只听没有人会这样说话肯定 哈哈哈然后这个虽然你将将答对但是你超时长了啊超时长这个有点有点第二个是看节目效果啊第一题节目效果啊第一题节目效果哈第二个是我住的半壳比这里大十倍 三我住的半壳比这里大十倍大十倍比这里是这意思啊对 我住的半壳大十倍比这里有人这么这么刻意的说这种话吗 习惯性嘛这个然后现在是第二个也超时了哈一直在超时的路上又走越远然后第三个问题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 苦衷你是不是有是这意思吗一问就是你这个是属于安慰人的肯定劲了不是苦衷啊你是不是有是这意思吗 不是苦衷啊你是不是有可以可以哈那最后一个哈在海里只有受过苦的鱼才会这样 只有受过鱼的什么受受过苦的鱼才会这样在海里是不是这意思啊一个字都没错可以可以是吧反正已经错两个了你不是说错两个就怎么怎么样 那希望你可以用一个倒装剧给咱们粉丝一个福利哈就是用倒装剧来提醒大家追剧 雨军出枪雨军出枪是很好看反正 是这意思吧那 把你说懵了是吧 雨军出枪很好看那我还有一个就是就是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剧心疼长意这么长 干嘛要说这个的倒装剧 把它变成我们一个追剧的 倒装剧对你再说一遍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看一看剧心疼长意 我们心疼一下长意去看一看剧 可以这个这个还好 这个还ok是吧 这个还好 下面的可能有点复杂 这个还好 我们就这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给你跳过去了 第二个环节这个回答的还可以 然后下面就是弹幕上面会有一些跟网友互动的时间 你可以看看挑一挑喜好 又开始弹幕了是吧 好的 朋友们又到了你们的时间了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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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以看了 来 你从头看看在墓上有什么好玩的问题 哈 嗯 刚刚喝了 嗯 有人再夸你的头发今天真的好看 头发 哦 不拍戏的时候头发都很好看 我发现了大家的这个规律 哈哈哈 有的时候并不是不好看 是因为那个人物就那样 不能做好看的做好看的就不是那个人物了 我们演戏还是要非常的遵循人物的是吧 我们是我们 嗯 有人想看你吃螺蛳粉 嗯没吃过我真没吃过也没闻过呢到现在 嗯 嗯 来吧 上一份 螺蛳粉 看上不了了那就不吃了你看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没有 嗯 嗯 有人在问说 就是我好像拍了一个钢铁侠的镜头啊 就是我不知道后后面会不会剪进去用啊就是我在穿一身白衣服吧在一片雪地上啊就两头啊挂了就是平平的挂了一条非常长的尾牙从那个捧着这个头到那个头挂了一条尾牙然后武术导演挂着尾牙我也挂着尾牙两个人就是一直往前冲就跟跑百米一样 只不过我是飞过去了我就一个姿势跟钢铁侠那样就往前飞飞了个百米 然后那个是是我我此生应该掉尾牙里掉的最嗨的一次吧就掉的真的是最嗨的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呢 我一定要回头啊找一找那场戏看看那场戏在不在 或者可以自己留一下当个纪念 我没法留啊这我怎么留我没有啊你们看不到的我也看不到 有人说你的那个拳杖好像那个雅典娜的感觉 对啊这个我一开始就说我说因为我是先看到季云河的那个那叫什么武器啊我说哇塞我们这部戏的武器竟然是这个风格 我说金云河这个这把剑真的是我见过真的是最好看的一把我说哇我看到了金云河的剑我应该能想象我们那边的武器应该非常的也都很好看 但是当我的这个武器拿来之后我真的什么都不想说 我说我很平静什么都不想说真的什么都不想说 哎呀什么都不想说就无语了呗有人可能我们这边不配拥有那么好的武器 就海底的世界和岸上其实不是不是一样的 有人问说云翼夫妇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撒糖呀 哎呀这个我是真不知道吧这个我们拍完了之后剪出来就保留了什么戏或者是每场戏怎么剪的哪场戏在前在后 或者删掉了什么戏啊怎么怎么样哪一些镜头又怎么用了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也只能看那个播出 播出他怎么播的我们才能说哦哦是这样去安排的嗯 然后有人问说云翼觉得自己最帅气的地方是什么 啊就我还真不知道呀云翼不是一个自恋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哈 诚意很不自恋 诚意觉得云河最美是在哪里呢 诚意觉得云河哪里都美是吧 这都是坑 家伦喜欢吃鱼吗 喜欢吃鱼啊只是我上班的时候从来不吃鱼 上班我就怕哪天吃了一个什么鱼刺特别多 然后再再卡到再再怎么样 耽误工作嘛所以我上班从来不吃鱼 然后下了班还是比较喜欢的嗯 有人在跨长翼的前期真的是好可爱啊 谢谢 有没有感觉自己拿了女主的剧本 女主的剧本其实还好就是 可能就是长翼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 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我不知道这个打赏该怎么关啊 希望大家就不要再打赏了 谢谢 嗯 嗯 球翻牌 我怎么翻牌 但是我看到了那一条弹幕 大家在问你螺蛳粉臭豆腐榴莲哪个 大家在问你螺蛳粉臭豆腐榴莲哪个 你不能接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反正臭豆腐和榴莲我都可以接受 螺蛳粉我还没吃过呢 也没闻过主要是没机会 后半部什么时候播出今天不刚说定档4月4号 难道也是骗我啊 明天明天啊明天这个恰似不人归就播出了啊 明天啊反正今天说什么都都不是真的是吧 随便说的一天 这一天开始播好啊 大家都一直在弹幕里给你推荐各种美食 美食 美食 希望你可以多吃一点 健康一点 多吃一点 我也想啊 吃完了呢 是不是就没戏牌了 给大家推荐 这是什么来自实力相近的主播PK 哎呀 我不害羞 有人说我害羞 我一点都不害羞 我只是在看大家的弹幕 我在寻找问题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也都不要打赏了啊 因为一打赏我也看不到这个弹幕 我们说 呃 片场的时候热巴给大家带吃的吗 片场什么热巴给大家带吃的吗 他经常给大家带吃的 尤其是他身边的好像好多工作人员啊 据我了解就是他身边好多工作人员 热巴经常会点很多东西给他们吃 但是他自己不吃 哈哈哈哈 对他真的知道很多好吃的地方 我有我有问他要我将近 能有十个餐厅的这个信信息了 都是都是热巴发给我的 他在吃上还是挺有研究的 有人在问你那个核酸表情包 表情包那个我看到了 那个我看到了 你看刷的还蛮多的 是吗 那是真的吗 真的会那样吗 嗯 大家希望你古装就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啊是也希望 多多有古装好的项目出来 希望会有好本子吧 嗯 希望你可以为高三的学生加加油 啊高三啊 加油 高三的同学们加油 虽然现在很多问题很难 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啊 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嗯都是宝贵的经历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适应当下啊 不要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就 就让自己脱离了现在的轨道 嗯不要找借口 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行 加油加油啊 嗯 嗯 然后中考的宝宝们问说可不可以也加加油 这样吧考试的朋友们啊 考试的朋友们希望你们都都都都都可以表现到最好啊 发挥自己呃 发挥出自己正常的这个实力啊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因为呃 你尽力就好所有的结果其实都是最好的结果啊 有的时候 未必是呃 考的不好 就一定是一个坏结果 有的时候未必考的好就一定是一个好结果 你就让他顺其自然 但是你一定要尽力啊 你尽力的这个条件下 顺其自然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还有什么考试 然后有人问你说 常义有恨过云和吗 嗯 恨是肯定有啊 但是爱大于恨 会会会多很多吧 嗯 有的时候常义虽然表现的很恨 但是他内心其实都是爱 了解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得出来吧 后面他说既然祝福了考试了也麻烦祝福一下找工作 找找工作 找工作 大家都来许愿了吗 大家也也也也也给我点祝福呗 这我们也不也不也是找工作吗 是不是 我还想让你睡睡嘴一会儿 睡睡嘴 说什么呢 睡睡睡嘴 嗯 主要没事说呀 还是催你更新的多 催我更新什么 抖音也要多更新 啊 抖音啊 我平时也不拍抖音主要是 主要平时都在上班啊 上班的时候就好好上班 就也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精力去干别的吧 尤其是什么拍抖音啊或者那些 不是我的风格 我不会好吗 是吗 呢 咱们 有人问说是断尾更痛一些还是踢骨更痛一些 这我不知道啊 这个断尾和踢骨我都没试过 从演戏的角度来说每个会更难演一些 这我不知道啊 主要是咱也没体会过这两个感觉 对吧 就是按照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应该是踢骨更不舒服一些吧 踢骨不就直接死了吗 断尾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就可能踢骨还是严重一些吧 会看自己的剧吗 我大部分都会看 是断尾一起看还是也追剧呢 我自己的戏我大部分都会看 但是也要看我当下有没有这个时间啊 各方面的这个条件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跳着看的 有一些戏我也会跳着看的 对 但是主要看自己还是 没有有的戏就是确实我们拍的戏这个就是拍出来的东西和就是播出的这个效果和我们拍的是两个感觉吗 就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快进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戏就是剪出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心里有数就就好了 并不是说我们怎么拍的他就会怎么播 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演的但他剪辑剪完了就我们就并不是这样演的 那这就让我们就就说的时候也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听过抖音很火的美人鱼啊 大家都说这首歌跟常译比较贴 是什么我听听 抖音很火的美人鱼 是什么你问他们他们不看抖音 抖音很火的美人鱼 哼一下说不定我听过 林俊杰啊林俊杰我肯定听过美人鱼啊 那为什么最近会火那个呢 那首歌我是知道的那么多年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是有什么改编还是这个歌的感觉可能是蛮像的 像什么像常译 很有感觉 嗯 嗯 嗯 为什么呢 是有什么改编还是这个歌的感觉可能是蛮像的 嗯 要听一下不 不用我知道怎么唱 不禁你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并不是搜这个我是搜另外一个事 嗯 大家都在等我搜搜东西呢是吧 你们知道我在搜什么吗 直播不会要我版权费吧 嗯 主要就是那点剧 这不是美人鱼 嗯 这个不更更那个吗 不觉得这首歌更那个吗 没听过周杰伦的美人鱼吗 哈哈哈 完了我怎么要推荐这个 要我版权费是不 嗯 这个不 格词更 贴近一些吗 还是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又是最后两分钟了 对 又又一个两分钟 周杰伦还是有歌 再给我 再给我 两分钟 我们这这这到底是在干嘛 我有一堆歌可以推荐 多更新多更新 多更新 多更新一些可以推荐歌 我这一个直播都说不完啊 就我这几千首歌 我挨个给你们说一遍 手机空间大部分都被歌占了 最后一分钟了 哎呀 谢谢大家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 是吗 我怎么没看到 没事没事 那就跟大家再见吧 那就跟大家再见吧 就到这里再见吧 有人说这几天一直在听你的歌 哎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看我的剧了呢 还是歌好听吗 谢谢 好了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那我就 关了啊 拜拜 拜拜大家 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保护好自己啊 平平安安 好 拜拜